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4月24号下午2点 我看一下这个可以贴人的吗 怎么贴人呢 好像不会贴人 可以贴人的吗 好像不可以贴人这样的 就这样子不可以贴人 就是这样子睡罢了 忘记放一个speaker先 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 先插一个speaker先 收音的speaker这样会比较好吗 昨天我的顾客跟我分享一样东西 是如何轻松的还保费 我今天不不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 就他联络我啊就说 因为要问一些保险的东西嘛 就是说要问起啊 买小孩子的保单就是250块100万的医药卡嘛 他都是已经买了 那么呢就是 就以为只是还到25岁 小孩子25岁不是哦 记得哈 如果100万的医药卡 小孩子的哈 不是还到25岁哦 大家要记得是一直还下去的 可能大家会误解 或者当场合已经讲了会忘记 所以我再重新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是有加WPP 如果你的钱啊有budget的话 够啊足够还这个WPP的话 加这个富家rider的话 就是说WPP是说当爸爸负责还钱的人 换了三种状况 第一就是死亡 第二就是永久终身残废 第三就是换了重大的疾病 这个小孩子保单不需要还钱 一直到他25岁啊 不是还到25岁啊 是还钱的人换了三大事情的话 这个保单不需要还钱 到他25岁 等孩子25岁过后呢 有能力出来工作 有收入的 他还是要继续还这个医药卡的保费的 医药卡是没有说还到几年的 他是一直还下去的 记得记得 医药卡没有说只是还一个18年啊 或者还一个25年啊 或者一个30年 没有的 是医药卡是一直还下去的 因为医药卡是一直一直的保下去的 所以没有讲还到几年的 大家不要误会啊 很多人误会啊 买小孩子的医药卡 因为小孩子才一岁嘛 要还很久还到 因为医药卡可以cover到91岁嘛 我就跟他说 如果当中呢 他从他一岁到25岁呢 这个配业的负责还钱的人有状况的话 这个保单是由公司复制帮你还保费的 而不是停止还保费啊 而是公司复制帮你还保费 记得哦 不要误会了啊 如果大家还是有点模糊的话 你还是可以comment下来跟我讲或者联络 跟我讲清楚啦 不要误会啊 不然就是你一直要看我的patch啊 就是我有分析到很多那些保险的资讯 你们一直要看 那么大家就可以很深入的了解啦 那么这个客户又很可爱哦 就跟我分析啊 我要怎么样轻松的还保费啊 这个很好的方式他跟我分析 我是蛮喜欢的 我也是想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讲如果啊 每个月他要还那个小孩子保费是250吗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做工啊 我要怎么样还这个保费哦 他就跟我分析 你看我是这样子做的 我放一个6万块在FD 他说 我放一个6万块在FD啊 因为现在FD的那个利息是4.8% 4年 所4年啊 FD所4年4.8% 如果他放一个6万块进去 4.8%一年他可以拿2880块的利息 2880块的利息 除以12 他每个月可以拿出240块去环保费 那么自己贴10块钱啊 如果大家不想要贴多那个10块钱 当然你可以放FD7万啊 或者8万啊 他就是拿他的那个FD的利息去环保费哦 那就很轻松啊 就算他没有工作也好 经济不好都好 他还是可以拿银行的FD的利息去还他小孩子的250块的保费哦 大家有get到吗 有get到我的意思吗 其实我是懂这个道理的 不过我没有很详细的分析出来 这个客户就很详细的跟我分析出来 我觉得很不错 这个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因为每个人客户都会想到哦 哎哟要还这么久哦 那个保费哦 都不知道哦 以后我还有没有这样子的工作哦 以后退休还有没有这样子的income去环保费哦 当然啦 你们一定是要有一个capital 6万啊 7万的钱去FD那边放住啦 你才会这样子的轻松的去环保费啦 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那个6万7万去放那个FD 当然是你们还是要继续工作赚钱去环保费啦 因为大概因为到了大概是40多岁啊 50多岁的人 他们大多是是有一笔的资金的 因为他们年轻所赚回来的钱 所储蓄的钱 他们通常都会有一笔的资金的 所以他们讲想到这个idea 就用那个利息去环保费 我讲哎很不错很不错 如果是我在想 如果是我是三个孩子 这样我不是要乘三嘛 乘三六三十八 我就要放十八千进去FD 这样我不是很轻松的环保费咯 好 大家明白吗 明白我所讲的东西吗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以他的这样子的方式 你不用担心以后的保费 如果你只是一个孩子啦 因为我的这个客户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嘛 所以你如果你是三个孩子的 或者四个孩子的 你就要想办法咯 要capital放多一点咯 资金要放多一点咯 这样你就利息会多一点 利息多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足够还孩子的保费 要不然你还是要继续的赚钱 去还这些的保费 好我的分享就到此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可以跟我学一下 如果你们其他人还有其他方式的话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也是想要知道 站在你们这个客户的立场里面 是怎么去想的 因为我通常都是站在我这个保险代理员的 位置去想东西嘛 那么我是 这个客户就是站在他这个客户的立场里面去想东西的 我也想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东西 如果你有其他什么idea的 也是跟我分享一下啊 哈喽 Mit Song 你好 这个星期天我们有这个研讨会 有兴趣过来 听一下我们这个研讨会嘛 是说这个保险信托的 因为一年只是开一次而已 如果要上的话 明年要等 明年才能够 听 这个研讨会 一年只是一次罢了 经常是40块 那么如果是跟我报名的话 我帮你们付这笔钱 你们人来罢了 这个星期的下午12点半 你们可以提早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有关这个如何把你所累积的金钱 很顺利的传承给你的孩子 如果是孩子是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 要怎样传承给他 来听一下 增加一些knowledge吧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此了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